泼地播种问题多 这样一个啥机器能拍出来 小小工具显神通 是什么样的工具 让传统的播种方式变得简单 这玩意儿得省多少英工 春耕仪式热火朝天 奈何玉米种植成难题 没有机器 现成的都不在家 新型机器横空出世 它究竟能否获得大家的认可呢 敬请收看我爱发明 巧播金种 这里是辽宁省府顺市 清源满足自治县的孤山子村 夏日清晨 地底的玉米已经长到了半人稿 在这个村庄里 人们主要依靠玉米为生 它既是口粮 也是置换其他食物的粮票 孤山子村有很多坡耕地 在这样的地形下 大型的机械无法工作 因此村民们只能通过 传统的播种方式 艰难播种 传统播种方式 需要先用稿头 刨一个深度为3到5厘米的坑 然后在坑里分开放置肥料和种子 最后再附上1厘米厚的土 一般来说 三人通力配合 大约需要一个小时 才能完成一笼100米左右的播种 因此 对于靠玉米为生的 孤山子村来说 劳动力成为了最大的问题 那么有没有什么工具 能让种植玉米 变得省时省力呢 为此当地人林英卿就制作了一个播种稿 它是一面除种子 一面除化肥的 包括绿子绿肥 还得盖土 这就跑一下就完成了 林师傅发明的播种稿 就像一把播种机械臂 种子装入空鲜杆靶内 肥料装进背包袋里 背包连接输肥软管 播种时挥动稿身 种子和肥料分别从软管 以及杆靶 顺势进入出稿头内待命 在刨入土地时 划块板内的种子和化肥 通过前端两个通道 直接注入土壤深处 轻松完成播种工作 那么林师傅制作的播种稿好用吗 我们决定到地里测试一下 把这个种子装在这个稿袜里就可以 那个多少 能装一三两 然后在化肥 化肥和这个袋里头 这有个袋 这会儿看看 您刨一个试试 之前林师傅装上种子和肥料 拿起播种稿往地里轻轻一敲 难道这就播种完成了吗 你看看 哦 种子有了 老肥都有 还能隔开 哦 俩还隔开了 烧不着种子 觉得还行是吗 播种稿通过除地一瞬间 前端两个尖锐的锄头 就直接将种子和化肥一起注入土壤内 看到如此效果 村民这时燃起了兴趣 大家都争先恐后地 想要牵手试试这个播种稿 但是还没播出多远 大家就发现了问题 听好听好 都看好吗 看看种子呢 没有啊 这个出来的 这个出来的 两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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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是两粒 这是一粒 玉米的要求是单粒播种 但村民使用播种稿时的下种量 却是两粒三粒都有 这个不行 按使用 按使用不了 这会不会和除地力度是有关系的 真的吗 我再试 要不您试试 您重的打一下 然后轻的打一下 是否真的是力度问题 林师傅决定上手一试 首先重重地除了下去 我看看 咱们这边 有一粒 两粒 三粒 这边三粒 果然 大粒除下之后 本应只出一粒的播种稿 出种量 却变为了三粒 再试试 轻轻一挥 结果又会如何 这边是 没有 那就 没什么 我来 你当我 你还打这碗中地下 快走吧 第一次出师不利 林师傅究竟会如何改进呢 两个礼拜后 我们收到了林师傅改进成功的消息 那么这次 播种稿的效果又会如何呢 怎么样 这会 机器改进的 这会行了 就是可以单粒了是吗 双粒也可以 双粒也行 双粒也可以了 这一单粒 这一单粒 那换个人试试呢 咱们换个人 换个力度呢 来 上一次这个师傅你也在是吧 对 上次看到了不行 那这次试试呢 改进后的播种稿实现了精准单粒播种 力度不再成为下种量的干扰因素 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这个鼓楼上有这个排种模块 排种模块 你如果要是更换这个排种模块的 你要大粒的你就是大粒 要剁粒就是剁粒的 摆动这个锤子挂回这么一板 这么一腿就下来了 改进后的播种稿 增加了排种卡槽的设计 这个卡槽就像是一个 种子短暂停留的中转站 使用者可以根据种子大小 将不同的排种卡槽 在排种口上端进行自由切换 种子落入卡槽 从而在出地的一瞬间 实现单粒多粒 皆可顺利播种 单粒问题解决了 林师傅又迫不及待地 向编导展示多粒播种 这个咱们还是刚才那个种子 两三个是正常范围吧 如果多粒的话 多粒就正常了 多粒正常 那咱试试呢 两粒 再试一下呢 对 你看这三个粒 三粒 再试多粒 这玩意去 大粒是算粒的 这玩意得省多少运工 比上次那也好是吧 比上次那好多了 但一位村民却提出 把你管这么严不行 咱们得大伙上去看看去 对呀 咱得上去比赛一下 早就看看 就这样怎么事 改进后的播种稿 确实解决了播种量的不确定 但与传统的播种方式相比 效率上能有怎样的提升呢 为此村民们准备来一场比赛 一较高下 好 我们的播种大赛呢 马上就要开始了 现在我们的人员 也是已经集合完毕了 站在我左手边的呢 就是我们村的村之书 王书记 王书记你好 你好 今天呢 王书记的主要作用啊 就是作为我们本次大赛的评委 然后咱们两边 谁的质量好 且速度快 谁就获胜 好吗 好好 本次播种大赛 分为传统队和新型队 两个阵容 传统队六人 使用传统播种工具 对战使用新型播种工具的 林师傅分别播种 长五十米的四笼土地 播种作物为 两笼玉米 两笼黄豆 双方都准备好吗 准备好了 比赛开始 传统的六人分为两组 三人一组 分别播种玉米和黄豆 第一人是负责刨坑 当地人也叫刨岚 刨岚完成后 第二个人需要凭借播种经验 向每一岸土地里手撒肥料 而第三个人则负责撒种采石 这样三人配合 播种工作才算全部完成 而林师傅这边 正不紧不慢地开始播种前的准备工作 您是准备先装玉米还是黄豆 我现在装的是玉米 行 我看他们那边都已经走了一截 您这边担心吗 不担心 咱们这一袋肥料能播多少 这四笼田地的话 这一袋肥料是十几斤 十几斤 大概能播二分地吧 二分地 咱们这四笼的话 这些就完全够了是吗 够了 轻装上阵 这样的一把播种工具 稿子一台一落 肥料和种子就能顺利注入土壤内 一个人就能完成 跑碗施肥下种附土 四个步骤 围观群众也极力为场上的两队 加油鼓劲 听到孙女儿的加油鼓劲 林师傅似乎更有动力 而传统队那边也毫不逊色 但就在此时 王书记却叫停了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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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停一下 这个尔再深点 浅了之后盖上的土薄 那总不汗死了吗 咱们这个深度是有要求的是吧 每次要求大概是多少呢 一扎左右 这不深险 在比赛过程中追求速度 而使得跑碗深度不够 传统队重新调整深度 继续出发 而就在此时 林师傅这边 已经率先完成了玉米的播种 开始更换黄豆 黄豆种子与玉米不同 它的表面又滑又圆 播种量通常为二至三粒 有时人工播种 也会曲量不均而造成失误 那么林师傅改进后的播种稿 又能否顺利实现播种 豆种的模块会比玉米的 大一点还是小一点 大 它是多粒播种的 对 长放一点 但就在更换模块之际 模块却被卡在了卡槽内 这豆子搁这卡着了 豆子卡住了 刚才要不往下推这么会进 好 我现在更换完毕了 正常 换好黄豆种 林师傅也抓紧开始 最后两笼的播种 你觉得这机器怎么样 它这个挺快 它挺好死的 我也是头一次看着 看着这么多种 赛程过去三分之二 比赛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究竟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好 现在我是已经站到了终点处了 我们看到我们的两队人 现在是速度是不向上下 马上都要到达终点了 林师傅这边现在略往前一点点 好 我们的比赛是结束 我们从这八笼土地里面 我们随机的抽取 我们先看稍稍领先的林师傅这边 这两笼是大豆 这两笼是大豆 对对 行 这是化肥 化肥有了 这是化肥种的有了 黄豆三粒是对的是吧 对 好 咱们再指下一个 单粒的玉米 单粒的玉米 也是过关的 过关的 行 那我们新型队这边 质量是过关了 我们再看一下传统队 村书记和编导 随即对传统队的 玉米和黄豆种植情况 进行查看 质量上也过关 所以现在请王书记 给我们宣布比赛最终的结果 比赛最终结果是 林师傅 获胜 林英卿制作的播种稿 可同时完成刨坑 播种 施肥 附土 通过排中卡槽的设计 可实现单粒或多粒播种 播种速度快 质量好 相信有了这把播种稿 孤山子村的村民 也可以轻松快乐地播种了 播种需要因地制宜 在山东省辽城市 池平区的阳关屯乡 村民们也在忙着播种玉米 在这里 村种玉米为了方便灌溉 首先要把土地压实 然后挖个坑 撒下种子 最后把土覆盖 用脚轻采压实 除了这三个重要的步骤外 村种玉米还需要注意 玉米是单粒播种 且播种间距为20到25厘米 据村民介绍 村子里将近1500亩地 机器很少 且种地人群偏老龄化 而这样的现状也被一个人 看在眼里 并且想要改变它 我叫桑建平 是一个农民 传统的机器 压完之后再播种 在我脑海中 理想的机器是啥的 这压和播种能连在一起 那么桑建平制作的播种机 什么样呢 没有轮胎是吧 对对对 它是用铁轮行轮的 就是压地特别平 这台装着巨大滚轮的 压实播种机 其实就像压路机 和播种机的结合 播种机抬起 机器下方的两个滚轮 渐行压实 所到之处 一马平穿 播种机放下 即可深入土壤 均匀地撒下种子 后方滚轮 进行二次压实 这样 种子就可以在一个 平整结实的环境里 茁壮地生长了 那么 这台压实播种 一体机的使用效果 如何呢 桑建平把机器开到田里 便迫不及待地 向编导田田展示起来 他开动机器 自如地调整着方向盘 不一会儿就把一小块土地 压平了 随着它降下前方的播种器 插入土地 开始向它的右侧形劲 播种器在前方播种 后方的滚轮 进行压实 这样玉米的播种 就一次性完成了 机器的轰鸣声 吸引了很多的 一旁耕种的村民 大家纷纷好奇 这个新发明播种效果 到底如何 您看一下它这个机器 刚放上去 前面就播种了 然后后面就压了 发明人在前方演示 大家纷纷跟在后方 查看压实播种的效果 您看它压的这个 这个可可了 压的这个效果 这个一定还不错 小哥能平 这个压的效果还不错是吧 压的是能好能平 再看一下它有播种吧 有粒了 有粒 这个没有粒了 就在大家检查 播种效果的时候发现 好几处播种的地方 都没有挖出玉米种子 这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我再跑一下点看看 这么痒了有粒 有粒太痒了 粒的20多公分 洗的都只有26公分 都中个距离它进来 它这两个离得这么远 这肯定是过了25厘米了 它这个都下了 它下一粒了 我这块还有盖紧 看到它有三个粒 三个粒 经大家分析 应该是播种间距出现了问题 这可让来看热闹的村民 有些失望 这个机器要给我 我师父干用 原本信心满满的桑建平 可调节档位 可以根据农作物种植需求 设置播种间距 此外 桑建平还整合了多功能播种器 还能满足多种农作物的播种需求 就这样咱也不能光说不练 咱把这个开到地理再看看 好 桑建平迫不及待地向编导展示 改进后的机器 并且特意展示了左右两个方向 压实播种的无缝切换 那么改进后的机器播种间距 效果如何呢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吧 看一下这个 这儿有 这儿有 那就这次还不错 这次都有 这个间距也都对 三十五停吧 这儿呢 这个刚刚我刨开看的 对对对 这个间距 看来这次改进的效果 让桑建平很满意 那么跟传统机器同场竞技 这台压实播种一体机 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经过了紧锣密鼓的准备 我们的传统机器队和新型机器队 要开始一场压实播种大比拼 好 我们先请出我们的裁判 来为大家宣布一下本次的比赛规则 好 冯站长您好 这个量中 这个播种方式 一个是传统播种方式 一个是新型播种方式 痛势紧性 前后播种 雨米 高粱 力度 这个哪种播种方式 所以小锅号 这个率先完成 哪种获种 本次比赛分为传统机器队 和新型机器队 传统机器队分三组 每组有一台压实机 和一台播种机 而新型机器队 则为桑建平 和他的压实播种一体机 两队需各自完成三块地的春种 每块地种植的农作物 分别为玉米 绿豆 高粱 玉米种植间距要在20到25厘米 绿豆种植间距为7到10厘米 高粱种植间距为15到20厘米 那么到底哪个队伍 能获得本次比赛的胜利呢 比赛开始 随着一声令下 传统机器队的师傅率先出发 直接开上拖拉机 拉着石滚 开始了播种前的压实工作 而新型机器队这边 需要将压实播种一起完成 所以需要提前把种子 装到机器两侧的播种器中 装完玉米种子的桑建平 上车打火 降下了它所侧的播种器 启动后的播种器 在滚轮压过的土地上 开出了一道道沟 后方的小滚轮 将播种过的地方再次压实 原来改进后的机器 可以把压实播种再压实 三个步骤一次性完成 我一会儿 新型机器队就开出了十几米远 到了农田对面 桑建平将机器挪到一侧 把左侧的播种器升起 右侧的播种器降下 然后开始往回行驶 很快一个来回就完成了 而传统机器队那边 播种器却还未出发 刘师傅 您在弄什么呢 我加玉米蓉 加酒的呢 对 这个我看您 当师傅那边都出发了 又压又拨的 您这还没出发呢 咱那些都完了 我这边压不够快我不能讲 还不能够是吧 太着急了 要等这个机器压得够宽度了 才能出发是吗 对对对 我看人家那边都快完了 新型机器队顺利完成了玉米的播种 而传统机器的播种机也终于要登场了 然而就在此时 新型机器队的桑建平 却熄火下了车 迟迟没有再出发 我这没法 只能换盘 换主子 种子越小了就会换 直径不一样 还需要换 你干这个播种盘是吗 对对对 必须换 绿豆的尺寸要小于玉米 播种的话 必须换播种盘 才能达到要求 直径不一样 它越小了 这盘就越小了 可是那边三个机器都已经出发了 没事没事 一会儿就养了 趁着新型机器队在换种子间隙 传统机器队抓紧播种 而两边围观的村民也越来越多 加油 比赛还在你追我赶地进行着 此时的新型机器队 第二种农作物绿豆 也马上播种完成 就在这时 传统队的三组压食工作 都已接近尾声 那播种工作能否敢在新型机器队之前完成呢 你现在只能等是不是 还要等播种机回来 你得等着播种机才能算正完成任务的 对啊 他等完播种机回来才能算完成任务的 就在比赛进入白热化的时候 桑建平再一次停下了车 即将种植高粱的他需要再一次更换播种盘 他迅速地将高粱放入播种器 随后上车出发 您这怎么又停了 我这往朝监区 放朝监区了 对 所有的都得停 回来就不用这边了 就那赶紧加油呀 传统机器队不甘示弱 打算在速度上赶超新型机器队 不一会儿 传统机器队的玉米播种机 就率先完成了比赛 牛师傅 我看您是传统第一个到达终点的 我们还有一个考核呢 就是质量 您觉得您的质量上会 我感觉我感觉到自我良好 我感觉到我的质量也不舒坦 就在传统机器队洋洋得意的时候 新型机器队的桑建平 驾驶着压实播种一体机 也完成了比赛 那两队完成三种农作物的 压实播种效果如何呢 经裁判检查 新型机器队的压实效果 土地平整硬度始终 传统机器队 地面不平 土地过于松软 那么两队种植质量如何呢 经过裁判检查 两队播种的玉米 绿豆和高粱 全部都达到了 所要求的标准兼具 新型压实播种机器 无论从质量上 或是速度上 各获成 我宣布 新型压实播种机 获得这四成零 好 恭喜算是吧 桑建平研发的压实播种 一体机 可通过调节档位 来调节播种间距 机器可以满足 多种农作物的播种需求 获得了大家的认可 相信 有了这台机器 能切实地为当地的父老乡亲 减轻作业的负担 节省作业的时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